现在的明星结婚的越来越多,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男星步入了婚姻的殿堂,比如,霍建华,黄小明,袁洪,等等,不过网友们可能对娱乐圈的彭于燕,胡歌的婚姻特感兴趣,只要是他们参加了谁谁的伴郎团,就会被逼问什么时候结婚,下面就来介绍,介绍几位男星的伴郎团吧,袁洪的伴郎团。 堪称娱乐圈最帅的伴郎团,马天宇,胡歌,彭于燕,刘浩然,都是颜值超高的,鲍贝尔伴郎团,有韩庚,王祖兰,杜海涛,李探称等,据说当初还把柳妍给扔水池了,搞得太轰动了,吴奇龙伴郎团,叶祖新,袁洪,最重要的是小虎对重聚了,苏友鹏,陈志鹏都到了, 陈鹏结婚伴郎团,鲍贝尔,杜淳等多位明星组成伴郎团,奇怪怎么不见爱情公寓的人呢,贾乃亮伴郎团,杜淳好像只有他出点名吧,其他都不认识,印小天伴郎团, 陈云金,吴月,贺刚,张瑞,等男星,陈小伴郎团,好像只认识一个郑国林,其他算小编孤陋寡闻了吧,黄晓明伴郎团,这是娱乐圈最强明星团,或者是最有钱的明星团吧,有王司聪站在那里妥妥的最有钱,黄教主果然是娱乐圈人员最好的明星, 当时结婚大半个娱乐圈的红人都去了,陈小春伴郎团,这伴郎团太霸戏了,都是会社会的,铜锣扛靶子陈浩南正一剑,谢天华,还有基本上都是扮演古惑仔的演员,印象最深的是东星乌鸦张耀阳,现在都觉得他是一个坏人,不知道他喝喜酒的时候有没有掀桌子,好多网友调侃,跟张耀阳, 一桌是吃不饱的,要不菜一上来就得吃,不然就没得吃。